欢迎老辈 结婚多少年 26年 26年 当初为什么嫁给他 当初是朋友介绍 我们俩认识的 当时我择偶有明确的条件 都有条件的 您说说条件 那时候我想找一个个子高的人 个子高 因为我们家没有大个子 全是小矮个 要改变一下下一代的基因 对 首先他这一点符合要求 完了再一个 我想找一个聪明点的 他确实挺聪明的 各方面多猜多艺的 什么球类了 什么玩牌什么 都比平常人玩得好 尤其是下棋 下什么棋 中国下棋 中国下棋 在我们那儿也是小有名气 经常参加比赛 经常拿名次 真是这样的 厉害了 尤其是他还能下盲棋 同时能下好几盘盲棋 我觉得他特神奇 比较崇拜他 对 您把他当计算机看 是是是 他确实也聪明 跟他沟通特别省事 我跟他说话 我说上班级 他就不用说下班级 他知道我下班级说什么 这点也挺神奇的 挺神奇的 默契 这一点挺满意 完了学历各方面 家庭都挺般配的 后来我们就谈恋爱两年多吧 就结婚了 按理说你说都想得这么周全了 都这么缜密了 怎么还二十多年之后会这样呢 怎么了 没想到他这个爱玩吧 后来结婚以后 确实是太不实用了 不实用啊 对 结婚以后吧 怀了孕以后 他就管不玩 什么也不管 我的独立性也挺强的 一般情况下我也不麻烦他 就是后来就是每个月 要上保健站 不是减下身体吗 有时候人家要求 夫妻两个必须同时去 两个一起学习 他就不去 我说你一块去吧 他哪那么多事啊 你自己去就行了 我也不是没有陪他去 就是说去医院的时候 陪他去了 去医院那次你就别提了 那次更让我一辈子 我是太伤心了 我怀孕十个月 他就陪我去了一次医院 在我四十二天的时候 一次大检查 早晨不能吃饭 那天他陪我去了 去了以后抽了三次血 我就是前轩地转 本来就身体虚弱 怀孕一个月 我就瘦了十多斤 我那时候反应特别厉害 我就说扶着那个墙 坐到了那个走廊的椅子上 还没坐稳呢 他就过来说 你先回去吧 我去玩会儿去啊 完了 我就蒙一下子脑袋 我都还没回话呢 人没了 没影了已经 这是我没解释介绍啊 我就是说 大检太多了 有一个旗友是吧 我们进医院的时候吧 人家就告诉我了 说你一会儿 去我那儿玩会儿去 结果到了医院 这不是检查完了 他当时也没有说 他身体特别不舒服是吧 那我肯定是陪他回去 当时我可能也不太注意 当时岁数也小 反正这个事吧 事后他跟我说了以后 我也是特别后悔 要不我现在经常 跟我们那儿小年轻的 经常说 我说你们啊 这个什么产检啊 这个生孩子以前 这一套检查吧 你都得全程陪护 否则的话 到时候记你一辈子 这是有痛苦的 对 得一辈子就一件事说了 行行行 咱们这事给记下来了啊 这件事我确实记一辈子 每次说起来 我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好 为了不让您哭出来 咱们说下一件事 好 下一件事 后来就觉得 可能生了孩子以后 会好点吧 结果生孩子以后 还是那样 该玩就玩 不着家 完了我上班回家 一进家门 他是吃什么东西 什么苹果糊 梨糊 小鸟皮 随地扔 吃到哪儿 扔到哪儿 我一进家 就跟他发火 经常吵 后来孩子学会走以前吧 我们家因为离石家庄 一百多里地吧 回娘家需要坐长途车 我就说 陪我一起回去吧 带着孩子 因为我一个人不方便嘛 孩子那时候不会走 那时候坐车也不规范 他都是挤 挤着买车票 上去一帮人在一块挤着买车票 完了 就不陪我 就不陪 为什么不陪 怎么说也不陪 这个就是说 大部分都陪了 就是可能就一次两次了 反正就记住了 是这个问题 就那一次两次需要他 因为当时孩子小 其他孩子大了 您说话也不太客观了 不能说那一两次没去 就是需要 就那两次 为什么呀 因为就那一段时间 孩子不会走 最困难的时候 我让他去 他就不去 其实我怎么 个人感受是会走了才困难的 他能跑了才困难 不会走多好白痴 会走以后 我自己带着就回去了 他再不去 我不求他 我自己就带 孩子可以站到那儿 我就可以上洗手间什么的 就可以 不用抱着孩子了